作詞 曲 李宗盛 请向玄空师父保向行礼义鞠躬 大家平安 欢迎大家又再一次来到我们 行天宫网路经典研习课程 我们今天主要讲解的经典 还是霍洛灵官 灵印正经 就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行天宫重要的宗教济世科宜中 齐安大法会 也就是拜斗 行天宫每年都有两次齐安大法会 于春秋两季来举行 齐安大法会也叫做 离斗 拜斗 起源于汉朝 始创于张道林天师 是一种起祭 南斗新军 北斗新军 为信众祈求消灾解恶 颜寿四福的科宜 在南斗新军 颜寿真经里面有记载 他说 南斗 北斗 逃魂诸破 魂记受炼 乃千转生人 而在北斗新军 颜寿真经里面 也有提到 他说 有回始祝生之功 有消灾 度厄之力 说明了 人的魂魄 其来源 与最终的归宿 均在斗府 南斗新军 北斗新军 分别具有 逃魂 祝破之功 祝生 回始之能 因此 有许多宫庙 都会很谨慎的 布置 坦长 来祭祀 并按照 古代的科仪 来礼斗 前神 来诵念经文 希望可以 化解种种的危难 世事 可以得到平安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 也有记载着 三国时代 吕蒙 礼斗 或是 诸葛 武侯 孔明先生 朗新的典故 行天宫的 祈安大法会 于每年春秋两季 来举行 除了研习古代 春秋两季 祭祀大典的传统 更深深的蕴含着 我们的主神 观圣帝君 读春秋 祈求行大义的寓意 行天宫的祈安礼斗 为信众祈求 合家平安 为国家社会 祈求 风调与顺 国泰民安 顾名为祈安大法会 拜斗 其实是道教 独有的一种 为人消灾解恶 祈福 严寿的科疑 也叫做 朝真 离斗 有句俗话说 佛无拜斗 道不放厌口 更说明了 拜斗是道教 独有的一个科疑 从道教的观点来说 人知生死魂魄 其来源与归宿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在斗府 斗即是人的本命原成 参加拜斗 礼斗 即是朝拜自己的本命原成 让我们的原成 可以光彩 可以消灾 天福 祈求平安 俗话说 南斗祝生 北斗祝始 即南斗新君 他祖颜寿 将神愚人 名之为魂 北斗新君 祖解恶 将神愚人 名之为魄 凡人从投胎的那一刻起 就从南斗转向北斗 也就是说 由生走向到死 所以呢 若是我们想要 祈求严寿四福 消灾解恶 那就要向南北斗新君来祈求 接下来 我们就要接续到上次的经文 四十师师帅各发寺院 四十师帅各发寺院 四十师帅各发寺院 俄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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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蒙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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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正九天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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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入三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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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心驻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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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们再跟着附阅一遍 四十师帅各发寺院 而宣称曰 先天蒙立神 威正九天庭 出入三界外 忠心驻帝君 这个诗呢 是指煞真人 帅当然是指王恩主 那这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这时候呢 煞真人跟王恩主两个 各自在五使天尊的面前 发大誓愿 便宣说咒语 王恩主他就先说了 他说我卫居雷部 受祸落灵官之职 那威正九天庭 也就是代表说 他的神威传部天界 那出入三界外呢 代表他可以行走三界 一般来讲 我们指三界 是指天界 地界 人界 天地人三界 但也有此一说 天地水三界 所以呢 表示说 他可以自由自在 出入这三界地方 忠心驻帝君 就代表说 这个帝君是指煞真人 所以呢 他说 他会显现 会护持道法 然后随时在煞真人的身边 展现他的刺胆中心 那我们再接续下一段经文 永生精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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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怒龙收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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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袒 红袍如电闪 红袍如电闪 绿靴扎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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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云 风云落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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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边所指的火经 那我们这边所指的火经 其实它有三个意思 一个是指太阳 另外一指就是指凤凰 古代的神兽凤凰 那再来就是指雷火之经 有三个意思 那我们在这里呢 是指做太阳的意思 那整句话的意思 这段经文是讲说 王恩主他当他显圣 显化的时候呢 他的身会穿着金黄色的铠甲 然后以赤面就是红面 很威武的表情 然后呢 约束太阳的运行 那他脚呢 就穿绿色的靴子 那请客就像闪电一般 无论祈求者身在何处 他都可以遍地马上就到达 所以呢 在他的腰部 就如同我们之前讲的 他念龙抽筋 就是说他把不好的龙 坏龙的筋抽起来 然后呢 细在他的腰围上面 所以呢 更因为他施掌雷部 所以呢 风、云、雷、电、雨 都跪他来所管 所以他随时会有风云 来围到在他的身旁 这就是我们这段经文的意思 那我们再接续下一段经文 统领租帅将 同领租帅将 同领租帅将 大力夜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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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臣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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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奉子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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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段经文再附送一遍 统领朱率将 大力夜叉神 左右臣天命 无奉子为君 这个天命也就是指玉皇上帝的旨意 那子为君也是指玉皇上帝 所以整段经文的意思 他是说 王恩主他统领雷部诸位元帅 然后将军 那他的手下也有一些骁勇的一些夜叉神兵 这些雷部的神起呢 皆是因为玉皇上帝的旨意来辅助的 王恩主 那王恩主也是因奉辞的 玉皇上帝的旨意来统领他们 这就是这段经文的大义 那我们再接续下一段经文 玉帝 玉帝四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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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边守内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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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转一转万里城 一转万里城 专寻五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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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边立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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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琴呢 就是高举的意思 把他的金边高高举起来的意思 那整段经文的大义是说 玉皇上帝呢 也颁给王恩主呢 先展后奏的旨意 那他手中呢 就拿着玉帝所赐的金边 他的脚 所踏的就是风火轮 跑得很快 随风这样子 像风的速度那么快 请客 就可以到万里远的这个地方 所以呢 在凡间 人世间 只要有些忤逆 违背 人常 忤逆 尊长的事情呢 他手中的金边呢 就会来惩罚这些恶人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这段经文的大义 我们再接续下一段经文 潜无上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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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咒玉皇尊 潮咒玉皇尊 潜无陆水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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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海波涛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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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无道人间 潜无寂 潜无到人间 潜无到人间 力变旧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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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无陆地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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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幽陰宮 我們再附誦一遍 潛無上天界 朝奏玉皇尊 潛無入水府 四海波濤帆 潛無道人間 力便救眾生 潛無入地府 直至幽陰宮 這個潛字原本是派潛的意思 在這邊是指說 如果我們世人要恭請呼請 祈求王恩主的意思 所以潛我們要當作尊敬的意思 幽陰宮當然就是指幽冥帝府 所以整段經文的意思告訴我們 凡是有信奉者 就是說在凡間有信奉者 那在呼請恭請王恩主的時候 不管是天上 人間 水中 地下 他都可以前往 然後為世人來解決問題 比如說 如果世人希望我到天界去向玉皇大帝 禀告 那我也會將他的心願 跟玉皇上帝來禀告 那如果說 要我到龍宮去祈求龍王 那我也會使四海的波浪翻滾 那如果說希望我到人世間來解救世人的話 我也願意到下凡城來人世間解救世人的苦難 還有如果說要請我到地府 那我也便會到我們明殿 就是我們明府去面見十殿炎王 那表示我們的王恩主呢 無所不能無所不到的意思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下一段經文的 淺無救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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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者即康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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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無捉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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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摧破諸鬼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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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無捉鬼營 淺無捉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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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山破石巡 我们再附诵一遍 浅无旧病者 病者及康宁 浅无捉鬼者 吹破诸鬼淫 浅无捉妖怪 穿山破石巡 这一段经文的意思 也是表现王恩主 他的神通神威无比 不管是说世人生病 向他祈求生病可以早日康复 王恩主也可以做到 或是说如果我们受到了 危害人间的恶鬼来干扰来扰乱 那王恩主就会指导鬼的巢穴 所以呢他也可以捉鬼 还有降妖 就是说如果有些兴风作让的妖怪 我们的王恩主一样会把妖怪找到 一网打尽 所以这段经文也是表现 王恩主他的法力 无所不能无所不到的意思 好那我们接下 下一段经文 潜无旧活者 潜无旧活者 一时雷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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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无其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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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沱配甘霖 潜沱配甘霖 潜无止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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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 风雨 急时停 风雨 急时停 风雨 急时停 潜无 要请者 潜无 要请者 潜无 要请者 天日 急朗 清 天日 急朗 清 天日 急 朗 清 我们再曝诵一遍 浅无旧活者 一时雷雨轻 浅无奇遇者 滂沱配甘霖 浅无止风雨 风雨及时停 浅无药情者 天日及朗清 那我们这一段经文的大意 当然都是跟天气有关 刚刚有讲到 如果发生了火灾 发生了大火 那需要降大雨 来将这场火交袭的话 那王恩主也可以会降雨 来交袭这场火灾 那如果说因为干旱 久旱而没有下雨的话 如果我们诚心向王恩主祈求的话 王恩主也会降下干陵 还有呢 如果说风雨太大 造成了水灾为患 那他便会让风雨来停止 要是说下雨造成了水灾 那连日好雨都没有出现太阳呢 那王恩主便会叫雷布 来停止下雨 并且使天气放晴 所以呢 这段经文在讲解就说 因为王恩主他是雷布 所以他的狮子呢 不管是风雨雷电 他都可以去命令他们 所以他可以控制天气的变化 所以如果说在天气状况不好 不佳或是需要雨 要天气好 或是要风 那其实都可以祈求王恩主 来协助帮助 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 接下来呢 跟大家分享 读好书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那这是观圣帝君 他流传给他后代子孙的家训 也希望说 我们大家共同可以一起来勉励 一起来做到这四句话 其中说好话的部分 是跟我们日常生活 最可以做得到的 还有最息息相关的 那这个故事怎么说呢 有一位母亲 她在她第一次参加 她儿子的家长会时候 是在幼稚园 幼稚园的老师对她说 你的儿子可能是过动儿 因为在座位上连三分钟都坐不住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带她去医院 卷查一下 这个母亲听了以后 心情非常沉重 因为好像她儿子 仿佛是全班表现最差的 回家以后 儿子天真的问她说 老师今天说了什么呢 母亲就摸着她的头说 老师说 你进步了 以前你在位置上 连一分钟都坐不住 现在可以坐三分钟了 其他妈妈都好羡慕 那一天晚上 儿子破天翻了 吃了好多饭 而且吃饭的时候 都没有离开餐桌 这样子又到了 儿子上小学的时候了 儿子在上小学 在家长会上面 老师又对这位母亲说 这次的数学考试 你的儿子错了很多题 我怀疑 他在学习上面 有一些障碍 母亲听了虽然很难过 不过回家以后 仍然对儿子说 老师说 其实你不笨 只要能够再细心一些 下次就会表现得更好了 这时候 他发现 儿子暗淡的眼神 顿时散发出好的光芒 第二天 他上学也比平常还要再早 等到了儿子上国中 这位母亲在家长会上面 听完老师的回答 他回家反而鼓励儿子 老师说 你只要再努力 再加把劲 就希望考上高中了 三年之后呢 这个孩子不但从高中闭了业 大学联考 还考取了第一次医院 后来这个儿子对妈妈说 妈妈 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可是您的肯定跟赞美 不仅让我懂得感恩 也让我更有信心 愿意来努力学习 话究竟该怎么说 才是对别人有帮助呢 心理学家就曾经透过实验 将学童分为三组 其中一组呢 不断地鼓励赞美 另外一个对照组呢 却是不断地批评挑剔 还有第三组呢 就是不理不睬 那结果发现呢 我们如果说 对鼓励跟赞美的这一组呢 他进步得非常快 那被挑剔的这一组呢 则是稍微有进步 那不理不睬的这一组呢 则是毫无起色 那就像故事里的母亲 懂得以正面思考来面对问题 以鼓励赞美来代替的批评跟责备 那最后呢 终于能引导出儿子走出学习的困境 一同领略成长的喜悦 说话是人与人之间沟通 表达思想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所以希望大家呢 能多说一些 这些启发人心 勞益他人的好话 进而呢 鉴斥来感化周遭的人 共同形成一股净化 提升社会的力量 今天这个故事 也希望我们大家 平时可以多说一些好话 多鼓励一些别人 多赞美一些别人 少以批评或责备 那这样子 其实我们的社会会更加祥和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此 再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期待下一次再相会 敬祝大家平安健康 请起立 请向恩主公宝像 行礼 一鞠躬 请向玄空师父宝像 行礼 一鞠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